今集就想跟大家說一說我的工作情況 上一集就說到我有三個job offer 為甚麼我都不選擇了我現在的工作呢? 我首先說說第一份工作 其實就是在一些貨倉裏做倉務員的角色 我自己就不是怕辛苦 不過它的工時比較長 長到一個情況就是我不能夠開車去接我太太上班 接兩個女兒在上學 所以我就拒絕了 第二份工作呢 就是工作時間太短了 它的工作時間就是 就是早上五點半到早上七點半 只有兩個小時而已 而且它上班就需要我回六天 所以我都拒絕了 到第三份工作了 這份工作呢 我回了兩個星期 其實是很自由的工作來的 我就是在一些求職的網站上面找的 我搜尋的時候 我最主要就是打part time 打回我自己的區域 住的區域 因為呢 要遷就Angie的媽媽 和兩個女兒上學 所以我上班的時間 一定要是合得很準確才會選擇的 那這份工作最主要呢 就是一些派遞電話簿的工作 那大家聽到電話簿呢 可能會覺得 嘩好大本好重 其實呢 就不是的 那其實沒有 我們以前呢 小時候見過的那些王業那麼大本的 我在香港時候的工作呢 就是做一些文職的工作 都是好像大部分的打工一族一樣 回到朝九晚六 那但是我的工作的特點呢 就是很穩定的 收入穩定 上班時間穩定 下班時間穩定 下班時間穩定 連去廁所的廁所呢 都是很穩定的 但是對於我自己的性格來講呢 那麼穩定的工作呢 我就反而是 做得久了之後呢 就覺得想有些突破 因為自己小時候讀書的時候呢 坐定定讀書呢 屁股都好像被針刺一樣的 好 說回工作啦 經求職網站呢 就把我的CV 放出去啦 過了一兩天都幾快的 那間公司呢 就發電郵給我了 叫我去做一個登記 很簡單的登記 然後呢 就選擇 我自己就可以選擇 在哪一區那裡派發 那網頁那個設計呢 都是比較簡單容易用的 那首先 它會有不同的步驟 去教你怎樣按 那Step 1呢 就是選擇 最主要你想在哪一區那裡派發 其實我看到呢 就是 全英國很多區域呢 都可以選擇的 那 那選擇完區域之後 那就按 按 按 然後呢 它就 展示給你看 就是你選擇的區域 有哪些 的 小區 你可以選擇 去派發 那它有兩個按鍵 一個就是 Street 一個就是 Map 那Street那裡呢 它就會 收了 有 哪些 街名啦 那你就可以 預先去規劃好 你的行程 那你就可以 選擇你想選擇的區域 然後它就會計算給你看 整體會收到多少錢 那 可以留意一下 它有一個Fill Allowance 的 我自己呢 第一次收這麼多電話簿 我就拍下了這張這麼震撼的畫面 那 那當堂呢 整架車的重量都增加了很多 二十一架車都不是很去 那 第二張這一個呢 就是我第一天派完三百幾本之後呢 就剩下的 其實都很大挑戰的 因為呢 就是要趁它們回了學的時候呢 就洗架車出去派電話簿啦 那 那 派電話簿呢 其實都要快手 因為 如果 我將後排的椅子呢 摺起了 擺電話簿呢 那 接放學的時候呢 阿呂呢 就不能坐車了 英國人的 letter box呢 它們 放的位置呢 是很特別的 有很多不同類型的 最主要呢 就是有些是放在中間位置 那這些就是最好排的 最辛苦呢 就是有些放在門最低的位置 那 每一次呢都要蹲下 打開一個蓋子 放一些電話簿進去 那 那有一些呢 就會放在到門隔離 車房門 有一個位置呢 就是放一些電話簿進去的 分享一下 派電話簿最開心的事情呢 就是 本地的英國人呢 有些很nice的 見到 離遠你過去派電話簿呢 他會開門出來呢 去迎接 跟著呢 跟你說早晨 跟著 cheers 還會說 thank you 看得到呢 其實他們真的很尊重不同行業的人 那分享一下 最怕是什麼事情 英國人普遍很多都有養寵物 如果 看到有貓 當然不用怕 因為那些貓呢 牠都不會怕你的 牠會看著你 看看你做什麼 那最怕就是 看到一些狗 嗯 最初呢 都有一些不習慣 因為呢 當我放電話簿進去的時候呢 那些狗會猛的吠 有些還會撲到門的 但是後來派得多的時候 就覺得 牠都出不來的 那所以呢 都沒有什麼大問題 只不過真的被牠嚇一嚇 那意思而已 我自己覺得呢 派封簿這個工作呢 應該長做長有的 因為英國很多的老人家呢 住在Council House裡面 他們都 即是 消費模式呢 都不會是 上網賣東西 不是很習慣 那都是靠一些很傳統的 宣傳方式啦 即是派一些宣傳單章 封簿這樣 這份工作呢 都有一些限制的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天氣 我都感恩 因為 so far 派了幾次呢 都是好天 或者陰天 沒有下過雨 如果下雨的時候呢 派發的工作就會更加困難 那第二個限制呢 就是 每一次拿的封簿的數量呢 對於我來說 可能是十幾本 已經是極限了 因為都有一定的重量 那每一次派完十幾本 又要走回車那裡 再拿另外十幾本又再派 派發這些封簿呢 如果去到一些街 是屋與屋呢 是雙連黏著的 距離不是很遠 而當中又沒有一些圍欄呢 那些就是最好派的 因為呢 派完封簿 不用走出去 行人路那裡 再走回去另一間屋那裡 那裡 但是呢 都會遇到一些問題 就是呢 屋與屋之間呢 他們通常 就算沒有圍欄呢 都會種一些植物 那 如果當那條路是很少人走的時候呢 有幾次我就試過 由屋走去另一間屋的時候呢 整頭都是蜘蛛網 另外還有一些限制呢 就是 其實我自己呢 很希望在一天裡面呢 可以派完那八百幾本 那我自己都曾經計過 我的極限可以去到哪裏 那我最高紀錄 派了三個鐘 都可以派到四百幾本 那 那個限制是什麼呢 就是沒有得去廁所 還有呢 都要解決吃午餐這個問題 如果要我總結香港的工作呢 我會是 形容是收入穩定 但是因為長期坐的緣故 腰骨就會容易痛啦 那如果 英國派發封簿這份工作 我會總結呢 是很有滿足感 還有這份工作呢 是可以省回做健身的錢的 因為 放了公回到家的時候呢 就覺得好像 做完很久的運動一樣 如果要計算這份工作的收入 那 我想可以這樣說 其實它就跟最低工資就差不多 那 當然 好理想就是 如果你一天裡面可以派得完 那你就可以賺多個最低工資 今集跟大家聊到這裏 記得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我們有很多update的資訊 跟大家分享的 拜拜